当中世纪的宗教圣歌跟传统国乐私足的歌仔戏同台 会撞击出怎样的火花呢 采风乐坊跟科隆中世纪人生古乐团合作 还邀请到国宝级歌仔戏大师廖琼之 演出全新创作的马维波 让歌仔戏跟欧洲人生古乐一起演出 天籁般的纯洁圣歌 优雅的干净共鸣仿佛穿透了空间 来自德国科隆的中世纪人生古乐团 重现了已有千年传统的教会音乐 西方远出中世纪的宗教圣乐 代表东方的采风乐坊 则演出传统昆曲丝竹等经典的契乐曲 在太阳与月亮的美丽邂逅音乐会上 让东西文化的传统古乐曲彼此交汇 如果是人生的话 我们不曾见见台湾的人生 这个精彩的声音的话也很可惜 所以我就设计了最后一首马维波 那么用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诠释杨队队 采风乐坊也邀请了国宝级的歌仔细大师 人家说了我就在台湾 要梦大一步一步就去探访 也说好我们看世界 我梦大招业时 我又合作了这样 跨国跨界的合作 东西方的音乐同场交辉 让古乐有了新的创新与突破